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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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说了叫你不要等我了 泡了深茶赶快喝吧 一会儿再喝 今天有没有看电视新闻 陆融饭店发生枪击案 那么大的事当然会看了 你看看 这个人是不是很像爸爸 不可能 虽然只能看见三分之一的脸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像爸爸 你爸爸二十多年前已经死了 你自己亲眼看见呢 但是我没有看见他的尸首 当时你爸爸一上船 马上就爆炸了 所以就连人带船沉到水里 那里水流很急 你爸爸的尸体和船的残骸 都冲出大海找不到了 当年水井也是这么说的 你不记得了吗 但是玄灵子说过 爸爸有可能没死 又是玄灵子 我早就说了那些江湖术士说的话 怎么能相信呢 就算我不相信他 但是为什么这个人 他长得这么像我爸爸呢 也许人有相似呢 我就是要证实一下 人到底有多相似 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 你爸爸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 你别这么胡思乱想了 妈 听我的话 你不要整天想着以前的事 只会让自己更辛苦 你明不明白啊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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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先喝杯深茶 谢谢 真是太不小心了 我怎么这么粗心呢 怎么了 你今天好像心神恍惚似的 不是啊 你的手冰凉啊 你哪儿不舒服啊 如果有什么头鹰恶心 发烧 我陪你去看医生啊 不用 我真的没事 别坐了 快点睡吧 不行 今天晚上一定要把账算好 明天给大哥看 但是也要注意身体啊 现在这么晚了 明天再算吧 我有分寸的 你知道大哥老是那么急躁 所以我想尽快把账算好 交给他 他才会安心嘛 赵刚 其实你真的不用这么辛苦 大红图本来就是你的 你妈也想让你接手 不过你不走运 遇到学生的爸爸 说要跟你合作 如果当年你不跟他合作 也就不会赔钱了 也不会让你妈 对你失去信心了 我跟你说了 别把这件事放在心里 怎么今天突然又提起这件事了 其实现在 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福 如果当年不是跟学生爸爸 合伙做生意 就不会认识你了 没错 当年他骗了我不少钱 还害得我很惨 也因为这样 我才能跟你在一起 现在你还给我生了个宝贝女儿 我觉得我是全世界 最幸福的爸爸 和最幸福的老公 你一定很累了 我帮你捏几下 舒不舒服啊 你的项链呢 那个玉坠掉了 我帮你送去修吧 不用 我自己送过去 大事你来做 小事就让我来 那谢谢你 每个月发工资 你不用我们催 就会主动请我跟妈咪吃饭 怪不得你妈咪这么疼你了 我这就叫做 小财不出大财不入 请你们吃饭 最多花一千几百 俗话说得好 吃小亏占大便宜 到我月底不够花的时候 爹地妈咪一定会连本代理 还给我的 连爹地妈咪你都算计 你真是太过分了 跟你开玩笑的 爹地 你女儿我不会那么挥霍的 对了话说回来 你这应该要有计划 要懂得存点钱 击骨房积 未雨绸缪嘛 我知道了 大哥这么说 爹地你也这么说 我怎么敢不听呢 是不是是不是 对了 今天没叫你大哥吗 当然有了 他自己说警局太忙来不了啊 是他没口糊 顶多下次我补偿他 算你关心你大哥 当然了 对了 妈咪怎么还没来啊 他帮我拿御坠去修吗 我叫他吃完饭再去 他非急着要去 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什么事都比人急 我打个电话问问他吧 喂 妈咪你在哪 我们在东西吃饭呢 我正赶过来 你们先点菜等一下 还有几个路口就到了 嗯 拜拜 拜拜 谢谢啊 是你 秀琴 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 天宝 你不是已经 这儿不方便说话 我们找个地方慢慢聊 这么多年没见 你还是这么漂亮 你真会保养啊 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我以为你会问我 为什么会平安无事回来 好像一点都不关心我的生死 你不觉得这样对一个跟你共患难的人 太无情了嘛 当初所有的人都以为你葬身大海 但我知道你这种人没那么容易死 你骗得了全世界的人 你骗不了我 谢谢 菜都上齐了 你妈咪怎么还不来啊 就是啊 我再打给她 二十几分钟之前 我打电话给她 说只有几个路口 就算十几个路口也该到了 你已经转接到 六一二四 啊 转到留言信箱了 我知道你还恨我 当年扔下你跟学生不理 但是你不能全怪我 当年要不是程兆康的妈妈狠了心 找江湖人物要我的命 我也不会用那种办法 为了逃避他们 我只好装坐船出海被炸死 秀贤 我是迫不得已啊 是你自己先对不起人家 就不要再怪别人了 我那么做是为了这个家 不是 你是为了你自己 我们的家 是被你一手拆散的 其实那次我也很危险 船爆炸的时候 震伤了我的大脑 我在海里漂了很久 要不是正好被一艘货船发现了 我已经没有机会再见你了 你不用再编故事 自从认识你那天开始 你所说过的话 有哪一句是真的 我拜托你别跟我装可怜了 在你出事的前一天 你已经去银行把钱都取走了 你根本就是想拿着钱跑路 剩下三百块 你做得太绝了 这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解释 不过没有机会 你现在说什么都行了 你走了之后 留给我们母子俩一身债 债主追债威胁我们 我差一点抱着儿子跳楼 要说起来 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才对 如果不是我突然人间蒸发 你有机会跟程照康在一起吗 原来你见我之前 找人查过我 你现在吃得好 做得好 衣食无忧 人也金贵了 连老公也都嫌弃 你不会无缘无故地回来 你这个人干什么都有你的目的 虽然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总之不会是什么好事 我太久没见儿子了 我回来是想认回儿子 你不要再搞儿子了 你害得他还不够吗 当时你特地带儿子说出海钓鱼 其实想他做你的目击证人 证明你葬身大海 你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可以利用 你有没有人性 而且害得学琛 以为是因为他叫你给他买汽水 所以一上船就出事了 你知不知道 他为了这件事很难过 他一直很内疚 他以为是他 害死了自己的爸爸 原来我儿子这么小事 还整天惦记了这个爸爸 那我就更要跟他失去救了 姚天宝 我求求你 你不要再缠着我们母子俩了好不好 你真是太无情了 无情的人是你 你电话响了很多次了 我想是你先生找你了 你还是先听电话吧 我们也得他为你担心呀 你想怎么样 你是不是想要钱要钱我给你啊 总之以后我不想再看见你 要多少你说啊 我还是不妨碍你了 反正我们以后 有很多机会见你 妈约了你们吃午饭 但却没有出现 她从来都不会这样的 是啊 我打了几次电话给他 他才回我 问他什么事 他说回家再说 不知道他怎么了 他已经打过电话回来就行了 但是现在很晚了 他还没回来 不行 我再打给他 你妈咪回来了 妈咪 妈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哪有事啊 没事 还说没事 我跟爹地在餐厅等了你两个小时 你才回电话给我们 你知道我们很担心啊 哦 我拿你爹地的玉坠去修嘛 本来以为很快就能修好 可以跟你们吃饭 啊 谁知道走到半路看了看 觉得还是有点问题 我又马上回到玉器店 叫他们再帮我修一下 哎呀 这是小事嘛 你干嘛那么紧张又跑回去再修呢 你知不知道贝儿多担心啊 那可不行 玉坠也是吉利的东西嘛 不修好我心里不踏实 就算是这样 为什么你两个小时后才打电话给我 呃 我的手机正好没电了 怎么会这么巧啊 妈咪 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吗 大哥 你帮我看妈咪是不是在说谎话 没有 他没说谎话 你别像沈犯人那么沈他了好不好 你累了 休息一下 嗯 我先去洗个澡 妈 你的确有事 什么事 说 我知道有些事能瞒得过他们父女 却瞒不了你 就是啊 我们是一家人 有什么不能说的 你知不知道 刚才你一进门的时候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到底什么事 我有什么不对劲吗 是啊 你不想让爸爸知道是不是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 你说吧什么事 你妈做了一些对不起你爸爸的事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本来真的打算跟他们吃午饭的 谁知道为了躲一辆车不小心 把整个玉坠摔碎了 这又是为了这点小事啊 摔碎玉坠很不吉利的 爸爸他不是一个这么迷信的人 总之我不想让他知道 那你也要答应我 别告诉他 好了 早点休息吧 嗯 儿子 儿子 干吗 你最近进出要小心点 为什么 我摔碎了玉坠啊 心里呢就觉得会 有什么不好的事会发生 听话 做任何事都要小心 知道吗 知道 那个死者曾永成真是害人害急 我问了他三个客户 找他投资的人呢 全都赔了一塌糊涂 歇本无归 最后呢不是要卖楼就是破产 是不是因为他 害得人家投资破产 所以被人杀死了 辛辛苦苦存点血汗钱 一次被他骗光了 什么事都有可能 小心吧 长官 嗯 没事吧 行 你们闻到没有啊 这里很臭啊 臭了很久了 长官 五十八 这里 这个卢志辉 他找曾永成投资之前 也是个大老板 在东莞有间工厂 请了一千多个员工 现在弄得住在这里真是可怜 我们是西九龙重案组 请问卢志辉先生在不在 重案组 什么事 卢先生是吧 有关陆融饭店曾永成被杀一案 我们有点事想问你 进来吧 你们想问什么 我们想问你 是不是曾经找曾永成的公司 帮你投资 是啊 那又怎么样 巡礼问问 结果怎么样 结果 你也看见了 所有钱都输光了 无论东莞的工厂也没了 还欠了一身的债啊 你一定非常恨他了 如果你的钱被骗过 你恨不恨他 刘建人 你是不是曾经去 后来我老公没再找过他了 真的没找过他 没有 那么三天前 大约下午三点二十分左右 就是曾永成被枪杀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们不是怀疑我老公吧 我老公他不会杀人的 我是想了解清楚一点 卢先生 我去钓鱼了 钓鱼 那天不是假期 你不用上班吗 我还上什么班呢 我破产之后 还没找到工作 现在我是看我老婆养我 够了 你们问完了没有 老公你别这样啊 卢先生 你去哪里钓鱼啊 一个人钓 还是跟朋友一起啊 我一进来 就看见你右手放进口袋 怎么了 右手不能见人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你干什么 老公 怎么了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右手手指伤的伤啊 解释不了 我替你解释吧 因为你不会开枪 所以开枪的时候 用力扣着扳机 开枪的时候弄伤了 是不是 龙先生 请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 好啊 我换件衣服再跟你们走 老公啊 放心 没事的 我换你进去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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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解释 站住 追 别动 别动 放开我 别动 放开我 我打死你们这些警察 别动 你什么时候发现他有问题 当你问他有没有去过 曾永诚公司的时候 虽然他嘴里说 只是去跟他讲理 但是他的眼神里 充满仇恨 好像要杀他一样 我就觉得一定要注意他 最重要的是 我一进房间的时候 他就把手放到口袋里 好像很不想被人看见 我记得看录像的时候 姚瑟跟我们说过 凶手是一个不会开枪的人 很可能在开枪的时候 弄伤了手 所以我故意碰掉鱼竿 想试试他 当时他想伸出手来出去拿 但是他又马上收回去 我就觉得 他的右手一定有问题 终于让我证明了 他右手食指上的伤痕 是用力抠着扳机的时候弄伤的 你们做得很好 刚才卢智辉已经承认了 全都是他做的 不过在录口供的时候 他说曾永诚 并不是单独行事 曾永诚跟他说有一个朋友 知道股票的内幕消息 找人投资 从中取利 其实在这几年来 他们就以专业投资者的身份 骗了不少人 其中一个就是卢智辉 还有 我怀疑曾永诚说的那个朋友 曾经在案发现场出现了 嗨 咬嗦 这份报告你看看 谢谢 是不是有什么发现 没有 喂 马上来 谢谢 什么事 陈老师 李太太 他怎么样 他早上在操场被同学撞倒了 擦伤了手 我担心他会撞伤头 就送他来医院 不过你放心 掌完S光之后 医生说他没事 但是呢要留院观察一下 谢谢您 不用 他现在太累睡着了 我照顾他就紧了 好的 麻烦你了 陈老师 别客气 那我先走了 谢谢 拜拜 妈咪 爹地 妈咪 爹地 杰奇 你怎么样 我很害怕 不用害怕 妈咪在这儿呢 爹地怎么不来 但是不要我了 我要见爹地 我要见爹地 别这样啊 妈咪在也一样 对吗 杰奇 你爹地快来了 因为他忙嘛 所以没空 真的 真的 如果他来看见你 调皮不睡觉 他会怎样 不开心 对喽 他会不开心的 你现在是不是应该 早点休息 别调皮 快点睡觉吧 乖了 现在的小朋友 真难交啊 我跟他说过很多次了 他爹地 不会再回来跟我们一起 他就是不相信 但是我能看得出来 他很惦意他爹地 所以我不应该再骗他 更不应该再哄他 给他希望 免得他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我知道不管你的事 但是你明白吗 给小朋友一个希望很重要的 他这一刻很想看见他爹地 但是你却跟他说 你不会看见你爹地 我觉得很残忍 但这是事实 他总有一天会明白的 一天没死 他就会再见到他 明天的事谁能猜得到 我很明白杰鸡的感受 这个人不是 我怀疑这个人 是我亲生爸爸 你说照片里的人 是你亲生爸爸 在我很小的时候 在一次爆炸意外中死了 对不起 但是当年我没有见到他的尸体 我很希望他没死 只是找个地方藏起来了 终有一天 他会出来见我的 你还记得玄灵子吗 记得 他跟我说过 他说 我想找的人 会在我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虽然这张照片只能看见他三分之一的脸 但是 我真的很希望能看见他 我想杰鸡也是这么想的 哇 真的很舒服啊 两万多块 当然舒服了 你试试给我两万块 我天天帮你按更舒服 你想的没啊 不要钱还差不多 就是不用钱我也可以 帮你按一辈子啊 真怎么乖 既然我这么乖 是不是应该带我见家长 下个星期找一天约他们出来好吗 下个星期 那现在要想想 买些什么见面礼给他们 只是心意而已 最重要的是给他们一个好印象 好印象也需要有些东西衬托一下 空着手太没有诚意了 干脆买这张按摩椅吧 他们一定喜欢 是你喜欢吧 那我喜欢就是他们也喜欢了是吧 要照你这么说就是 你喜欢我他们也会喜欢我了 那省下了不用瞒了 那就要看你实不实相了 别回头看过去 三点钟方向有人瞪大眼睛看着我们 你认识吗 妈咪爹地 哈喽 妈咪爹地 我来 阿姨 阿姨 这位是 何 何李贤 我的朋友 你好 你好 你的朋友 爸爸虽然迟钝一点 可不糊涂啊 是不是男朋友啊 咦 你们问得这么直接啊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呃 爹爹 你们怎么会来这里的 你妈咪最近睡眠不好 就陪她出来逛逛 想买些按摩用品回去 让她有空松弛一下了 既然这么巧 一起去喝点东西好吗 呃 好啊 好啊 贝儿啊 是不是应该正式介绍一下你的朋友呢 他叫何李贤 英文名字叫Trevor 如果你觉得难念的话 就叫他李贤好了 李贤是警察 他跟大哥同一个组 是吗 何先生 阿姨 不用客气 叫我李贤就好了 哦 那我们不客气了 是是是 阿姨 你们喝什么 叫东西喝 哦 随便好了 我们平时很少喝咖啡的 怕喝了晚上睡不着嘛 要不你帮我们叫啊 喝不光咖啡 就喝中式茶好了 不用不用 其实我们呢 主要都是想找个地方 坐下聊聊天 喝什么无所谓 随便叫吧 那我替你们叫了 好好好 麻烦你麻烦你 热奶茶好不好 好好好 行 两杯热奶茶这两味的 你喝热咖啡是不是啊 嗯 我要冰咖啡就这么多了 谢谢你啊 好的 哇 李贤真的很细心啊 认识女儿没多久 就了解她的心意 你看看你啊 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喜欢喝普尔 还是宋梅 对了 你们认识多久了 嗯 没多久才两三个月 已经两三个月了 你怎么不请她来家里坐坐呢 不是啊 我们打算过几天就来家里了 刚才还说要买见面礼呢 哦 对了 阿姨 刚才看见这个呢 希望你喜欢了 哦 刚才就是想买这个阿姨给你的 是啊 没想到一看见李贤呢 太开心了就不记得了 哎呀 真是太客气了 谢谢你啊 不客气不客气 过几天呢 请你来家里吃顿便饭 安弟做几道菜给你吃 好的好的 是啊 跟妈咪比呢 你做那些简直就是风水 嗯 原来李贤他还会做饭啊 他不会的 现在很少男生会做饭 你也不会啊 女儿 没办法一个人住 我爸我妈又不肯跟我一起搬到村屋去 老是叫外卖又受不了 我就试着自己做了 不是啊 村屋很好啊 空气又新鲜 是啊 不过我住的那边 离我爸做事的地方远 所以他们就没有搬过来 哦 你爸是做哪行的 他是卖衣服的 其实这样 他以前呢是制衣厂的经理 不过金融风暴工厂关了 他就从大陆拿些衣服回来 自己摆摊买 哦 那很辛苦啊 是啊 我叫他不要做了 不过他说怕闷没事干 哦 那倒是 您很坦白 摆摊也是职业嘛 哎 先听个电话 对不起 大哥 我很多事做 你告诉妈 我今天不回来吃饭了 哦 不要紧 我们在吃下午茶 我想他们不会那么快饿的 你跟他们一起啊 是啊 李贤也在这里 什么 谁在这里 李贤啊 我们刚才逛街碰到妈咪和爹地了 所以就一起来喝东西 你别生气啊 给你看看 等一会儿啊 嘘 嘘 妈 怎么了 我一回来就一直跟着我 是不是想知道和李贤的事啊 你是怎么做大哥的 妹妹拍拖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跟妈说 我现在不说你也知道了 哎 我不跟你算这笔 喂 他是你的下属吗 他人品怎么样 做事情不勤快 认不认真 有没有礼貌啊 妈 他们刚刚开始 干嘛这么紧张啊 哎呀 不紧张才怪 妹妹拍拖啊 喂喂喂 你还没回答我 嗯 他做事很有冲劲 很勤快 但是呢 可能年轻吧 冲动一点 冲动啊 这也对啊 他想都不想就告诉我 他爸爸是白小贪的 如果换了别的人呢 一定会说 自顾人事或者做小生意 不过我喜欢 诚恳坦白 不会骗人 我好像你们第一次见面啊 就这么夸他了 哦 该夸当然要夸了 我没什么希望 只希望他真的对贝儿好 女人呢 最怕嫁错郎了 你说的妹妹好像一定要嫁给她似的 女孩子啊 早晚要出嫁的 我希望她找一个真心真意爱她的男人 可以托付终身呢 干嘛说的那么长远呢 年轻人拍拍拖而已未必是真的 你怎么了 漫不惊心似的 你是不是不服气妹妹比你快啊 咦 怎么扯了我头上了 总之以后呢 你的责任重大了 你要帮妹妹很认真地看着她男朋友 那些冲锋陷阵的事别让她做知道吗 你是叫我滥用职权保护她呀 不行啊 妈 又不是这个意思 总之太危险的事 你就别让她做了 现在好的男孩越来越少 知不知道 我们是西九龙重案组 我们查到之前有个叫曾永成的人 曾经住过你们酒店1040号房 想上去看看 两位我们查过了 曾先生一直没有办退房手续 我派人带你们去啊 又是最后一位 再说一位 再看一位 那样的吗 怎么办 这位 那位 这位 这位 那位 那位 请 那位 我便在书 那位 是啊, 妹子 椅子还是热的 站住 先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瑞士银行的户口已经冻结了 就算有密码也拿不到钱 但是这个人做了那么多事都拿不到钱 会不会再出现呢 最怕他不出手 一出手肯定抓住他 这次真是多亏李贤啊 你怎么了 弄伤肩膀 你怎么不说啊 看医生了没有 不用了 抓贼这种事当挠痒痒小事吗 李贤 当时有没有看见他什么样子 对不起 没看见 大哥 大嫂 坐 大伯父 大伯母 怎么阿琛会陪你来 他今天正好放假 现在当警察这么好 星期天休息 我们守夜真可怜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忙得停不下来 能者多劳啊 赵康 守夜已经帮我们约了 大陆投资荣丰铁体那边的人 后天五点在这里谈怎么合作 你记得准时到啊 真没想到 原来大红图这么出名 中国那么大都有人知道 还是要跟我们合作呢 是啊 我前些日子去内地啊 看那些杂志也在说我们大红图呢 何止啊 连旅游局的小册子也有灯啊 所以呢 我一直都想北上发展 但是又不知道情况 守夜真了不起 连大陆财团都认识 还铺好了陆大好桥了 但始终是第一次合作 看来我们还是小心点好 是 我也是这么想 不过他们这次真的很有诚意啊 守夜说 很多国际品牌都想去大陆发展 原来名字早被人家注册了 搞得要打官司 但是他们呢 就很有诚意啊 一早就帮我们注册了 大红图的名字作为见面礼 搭好了关系 喂 这样少了很多麻烦哪 的确是很有诚意啊 不过这次投资额可不小啊 还要抵押大红图来筹集资金 怎么说大红图你也有股份嘛 你不点头 这件事可成不了啊 我有什么意见呢 我的股份又不多 我也是看你的 要抵押大红图 风险很大啊 所以说呢 你根本就没见识过 什么叫大生意 投资当然有风险了 不付出又怎么有收获呢 我说事而已 你要担心啊 到时候就跟赵康一起来听听 反正你现在又没事干 不用了 你没问题就行了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中国那么大什么人都有 正所谓多个人就多双眼睛 来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喽 看人也是你的专业嘛 是啊 既然大伯父叫你来 你就帮帮忙喽 后天跟我来看看吧 诶 诚哥 诚哥 诚 很久没见了 找我有什么急事啊 就因为很久没见 所以找你聊聊 对了 爸爸跟我说 说找你一起去谈 大红图回大陆投资的事 我不是去谈 是叫我帮忙看一看 诚哥 这笔生意可真是不小啊 不过你可以放心 我已经研究过 容风铁起的资料 也带来给你看一看 你看了之后 就知道他们的实力 有多雄厚了 我回去研究一下 其实不止这些资料 前阵子我还去过 容风在北京的总公司 他们的办公室 真是又大又豪华 连喝水的纸杯 都印着公司的标志 这就是大公司的派头 这么厉害 这次这个计划 他们出很多钱 我们出的钱 比他们少多了 正所谓投资少回报大 真是个好机会啊 如果真能成事的话呢 我们先在中国的市场 赚一笔钱 两年之后上市 到时候钱多得 想赚都赚不完啊 听起来好像很宏大 如果这次能搞成的话 我们的生意会越做越大 到时候你也过来帮我忙啊 不要了 我还是喜欢做警察 就算让你做了警务处长啊 也是打工啊 哪有自己做生意 做老板那么好啊 陈哥 我真是替你惋惜啊 你那么能干 当警察是浪费你了 反正这次试成之后 我们的分店会越开越多 上面也缺人用嘛 你就帮忙去经营咯 那 到时候就不是发薪水 这么简单了 每年还有花红 不用几年你就能出头了 考虑一下 嗯 好好考虑一下 来 干杯 请 周总 各位 我给你们介绍 喂 别说句吗 我在香港呢 那块地我肯定是要的 不贵不贵 四个月而已嘛 我是想建那种豪宅 不是不是 是休闲的那种 不好意思啊各位 我老板刚刚接到浙江省边 书记打来的电话 应该很快讲完了 不要紧 再见再见 不好意思啊 那边呢 有一个进西湖的旅游开发区 想找我们合作 这个项目很大的 我跟你介绍啊 这位是我爸爸 他是我四叔 这位是我妈妈 这两位是我姑妈 他们都是大红图的股东 爸爸 这位是荣丰铁起的老板周总 周总你好 这是他的副手李小刚先生 你好 这位邓冰冰小姐是周总的秘书 这位是 她是我堂哥 姚学琛 姚先生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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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别客气 来 坐坐坐 随便坐啊 周总 你们远大而来 这次呢 我们一定要进地主之一啊 我们的家族呢 是在山西搞煤矿起家的 这十几年生意越做越大 现在不止做煤矿 还搞化工原料 建材原料 做了很多生意 那次呢 我在北京 认识了程先生 我们很投缘呢 知道他是大红图的太子爷 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啊 你们怎么那么有兴趣 想跟我们合作呢 说到底 是一个情姿啊 情姿 那会儿是八几年 当时 我是一名黄毛小子 有一次有个同乡 带了一盒你们香港的 大红图的 双黄莲蓉饼回去 虽然吃了小小一块 但是吃下去 这种味道和口感啊 真是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之后呢 周总每次知道有人来香港呢 都会托他买了带回去给他 我还记得 当时是八八年 我们的经济开始好点了 有一次 我买了六种 不同口味的月饼 放在面前 我真是高兴得不行啊 到现在我还记得 是哪六种 除了双黄莲啊 双黄白莲蓉啊 冰皮月饼 双黄豆沙 金花火腿 还有懒人月饼 但是我最喜欢的 还是双黄莲蓉月饼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就是吃不到 当时那种味道了 因为以前用的是猪油 现在什么都讲健康 所以已经用植物油做了 不过你别介意啊 有些东西呢 非要老的味道 才会有那种感觉的 行 我叫我们最好的师傅 用猪油做几盒送给你啊 那就一言为定了 好好好 不过就算到了现在 你们大红徒的月饼 还是很抢手 我们每年呢 都要派人来香港 才能买到 是啊 为了确保质量 一年呢 只能用一千盒到内地 不是很容易买到的 其实这次呢 我们真的很想促成这次合作 除了赚钱之外 我们也很想把好的东西 发扬光大 那你想跟我们怎么合作呢 邓小姐 干脆你详细说一下吧 好啊 我们希望用三亿 投资在这次的计划上 不过你们知道了 我们的集团是做工业原料的 鱼吃鲍鱼这方面 你们才是专家 所以这次他们只是负责出钱 营运方面全权由我们负责 三亿可不少 我们应该投资多少钱进去呢 其实程先生已经初步跟我们谈过 他计划在上海 北京 深圳和广州 各开一间分店 之后再扩展到其他二线城市 你们大约投资一亿左右 一亿 这么大的计划 至少要两亿才行啊 投资额方面可以再谈 最重要是你们有兴趣吗 有 当然有了 周总啊 我们准备了招牌菜来招待你们 不如一边吃一边谈吧 好好 来来来来 别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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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刚先生 什么事 这支笔是不是你的 不是我的 那算了吧 再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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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